出国变了五毛没有什么不好的 你应该尊重别人的信仰自由 不管是五毛还是五美分 不要因为别人成为五毛了 就藐视他们 这是他们自己选择的政治道路 政治信仰 没有什么不对的 每个人为自己的理想设定一条道路 并且坚信他实现他 不管是左派右派 不管是五毛还是五美分 出国了变五毛 有什么好看的 很正常 每个人长大 总是会选择一个政治派别 来表达自己的政治倾向 信仰应该是自由的 政治信仰应该是自由的 而且也应该尊重这种自由 哪怕它是错误的 有时候我们会讨厌别人来干涉我们 实际上多数的时候 右派是不大会干预自由主义者 假如坚信自由主义者的话 是不会去强行干预别人信仰的 我是很少干预别人信仰的 但是呢 哎呀算了这个问题就不讨论了 总之一定要有包容的心态 看待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 其实多数人是不断的转换自己的政治立场 比如说他可能是在污染问题上持五毛的看法 可是在爱国的问题上又持五毛的看法 这个实际上人类是因为各种的政治议题会自然的分化出各种的意见 我其实很少看到每一个问题都是左派的 实际上很难有一个人保持永远不变的立场 大家总是会考虑到各自的集体情况 然后再选择要加入某一个队伍来争取自己的利益 我们人类为什么要表达政治信仰呢 是因为后面必然涉及到自己特别集体的利益 谢谢大家